大家好,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众所周知,这两天全世界尤其是中国股民关注的焦点 就是股票市场到底怎么了 那么今天好消息来了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当局准备从中国大型国企的海外账户融资2万亿元 差不多2000多亿美金 通过香港狗市收购在岸的股票 以稳定中国的债权市场 同时中国当局还决定 另外拨出3000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的在岸资金 通过国有金融公司中金公司投资国内股票 那这两个消息出来以后 市场为之一震 马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反弹 比如说香港恒生指数大涨了392点 涨幅2.3% 收复了15000点的大关 另外户指小幅回升14.64 暂时止住了猛烈的跌势 目前看来市场对政府救市是有预期的 也是有效果的 我们回顾一下 在这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经历了最为黑暗的一夜 1月22号的时候恒生指数跌破了14790点的新低 这个跌幅是什么意思 不但是2022年10月以来首次跌破15000点 更是跌到了1997年8月份 香港回归的年月股票回到了1997 可以说香港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就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 它的股票的表现 中国大陆就更不用说了 三大股指跌幅超过了2% 户指跌破1月18号2760点的新低 以2756点收盘 是4年以来的最低点 总而言之 今年以来户指跌幅超过了7个百分点 是去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月 关键就是今年这它一个月还没过 就已经跌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上上下下的压力三大是显然的 可以说是跃然直上跃然往上 甚至有股民在资料媒体上 对股市这种无底线的下跌 发出了绝望的呼喊 甚至有人说在我股票跌没之前 我要干一票大的去替全国股民报仇 听了这话我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亏钱人还在就好 最怕的是钱还在人没了 你现在钱没了人还在 你就庆幸 不要做太过激的事情 这次政府救市能收到什么效果 我给大家谈一下我搜集的信息 和我的个人一些解读 这一次救市的力度 即使是真的 效果也会非常有限 说即使是因为彭博社这些年 报的假新闻里面其实不少 或者是半真半假的 比如说他说美国的很多电脑有后门 华为装了后门 美国政府美国军队 美国好多要害的机关用了电脑 中国对里面的数据了如指掌 到后来中方也抗议 华为也抗议很多公司的抗议 彭博到最后也没拿出来个像样的证据 说后门到底在哪 技术上也无法证明 所以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还有就在上一周彭博还报了一个特别雷人的新闻 说什么 说中国解放军的导弹里面装的不是弹药 是水 这个事彭博出了以后 没有其他任何严肃的外媒进行跟进 比如说华街日报 纽约时报这种他们在北京的力量也是很强的 人家在军队内的联络也是非常高层的 没有人来跟进彭博社这个报道 大不了是转述 这说明这个事情没有得到主流新闻界 大家一致的认可 对这个事情的可信度表示怀疑 所以彭博这几年在对中国的报道上 雷人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所以对中国政府又要搞两万亿来就是这个事情 很可能所谓的信息员和我刚才说的和解放军导弹里装水 那些信息员可能是差不多的 他们不是最权力的最核心 但是认识权力的核心 跟权力的核心有交集 听了一耳朵 或者说把自己良好的主观愿望放进去了 是有可能的 所以对这两万亿的事情真假 还很难判断 但我们既然提到这个事情 咱也没有证据说它一定是假的 如果两万亿这个事情是真的 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咱们进行来分析一下 旧市力度虽然大 但是和股民需要的还不是一回事 现在中国的股民是对整个中国股票市场的机制 对证监会起的作用 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认可 至少是表示怀疑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采取一个短期的态度 投很多钱往里砸 不但起不到就是的效果 反而让大家看出那种前驴技穷 无所不用其极 最后一棒到底要落在谁手里的那种焦虑感 会弥漫整个股市 反而会让短期的上涨以后 整个股市继续下滑 难道再下滑你再投两万亿吗 除非你有这个决心 那否则的话 这种反弹只可能是 昙花一现 因为中国股市已经连续三年 跌跌跌跌个不停 而且连本来国际化程度比较高 独立性比较强 大家比较认可的港股 也跌回了1997年 你说这个情况 是短期的吗 不是短期的 是长期的 是综合性的 更确切的说来 就像一个饭馆 你搞了几年都亏损 客人不是对你的环境不满意 也不是对你的地点不满意 是对你这帮厨师和餐厅经理的手艺不满意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采取的措施是 把门口的这个饭店门口的这个路 给我拓宽 并行八车道 都铺上琉璃瓦 特别漂亮 交通方便 再给我修条地铁 直通这个饭馆 有用吗 没用 你还说服务员都给我换上这个三点式 该漏的漏 不该漏的也漏 吸引观众 有用吗 没用 用户 餐厅的客户在乎的是 你这个饭店的手艺不行了 厨师不行 厨师长不行 饭店老板也不行 应该换的是老板 你渴着劲的折腾门口这条路 修地铁 让服务员穿三点式 都不足以改变整个餐厅的营运状况 放到股市场 那也是这样 另外彭博社 虽然这个消息本身有多 真实咱们不敢保证 但是他对这个事情的分析 还是有可取之处 你看咱们做事情 都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就事论事 就言论言 彭博社有些事情 还是比较靠谱的 他举了2015年的例子 为什么 因为2015年中国政府就采取了2400亿美金的刺激方案 因为股市碰塌了 但是当时的作用也是转瞬即逝 咱们回忆一下2015年的事情 对今天可能出台的就是方案能起到多大效果 也会有一个参照意义 我先给大家推一张图 就是2015年就市前后中国股市的走势 就是丝毫没起作用 貌似当时的就是计划 还起到了把股市推向深渊底部的这么一个作用 2015年的时候 A股有个词叫过山车 6月15号 户指最高触及5178点以后 转头就向下 引发了融资的崩盘 不到一个月时间 户指跌到了3500点 随后在人民币贬值的风暴里面 一度户指跌到了2850点 千股跌停成为15年6月底7月初 中国股民最惨痛的记忆 千股跌停 那当然的事情 当然都是和世界很多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一样 有官商勾结 证监会的很多人 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 你比如说 后来证监会就搞掉了副主席姚纲 主席助理张玉军 投资保护局局长李亮 发行部部长李志玲 中信证券高管11人被查 股灾旧事的中心 就是股灾的制造中心 股灾就是这帮人搞出来的 这帮人从中也赚了大钱 所以中国的证监会 能和他比美的只有中国足钱 是多年一来 持之以恒的贪 换一个一个比一个更贪 最后连国家队的原队员 队长李铁成为了主教练 也是靠送钱的当上主教练 也是靠送钱 才把自己原来的队员塞进国家队 所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足协 是有一笔的 就是一届比一届更贪 出台的很多救世措施 跟中国足协的改革措施一样 越改足球越完蛋 现在连泰国都提不过了 现在连柬埔寨可能都提不过了 越到越南 对他们来讲都是顶尖强队了 中国的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全世界第二了 中国GDP去年5.3% 总理在达沃斯说了 但是你这个股票怎么这个熊样 完全是第三世界国家不入流的一个体现 当时2015年 这个股灾出了以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股票发行注册 改革授权决定 从2016年3月起实行授权期限为两年 另外当时他们还出了一个大招 要搞什么呢 为了防止股市巨额的波动 搞熔断 就是定一个百分比 什么5% 8% 超过这个马上叫停 股市暂停 结果1月4号A股 两次启动熔断机制 1月7号开市仅仅29分钟 不到半个小时 再度融发熔断修饰 4天时间 沪深股指跌幅达11.96%和15.16% 创业板跌了17% 后来怎么样 2月2016年1月8号 这个熔断机制实施了没几天 就叫停了 烂尾了 你说当时是又砸了钱 又出台了熔断机制 仍然烂尾 为什么和今天的原因是一样的 股民不看好你们这帮餐厅厨师的手艺 看不上你们这帮厨师 现在的这个东竹 不行 所以也羞羞补补 打强心计不行 就像男人吃伟哥似的 伟哥带来的熊起 只能是短暂的 你指望用它来夜夜升歌 目标本身就是错误的 2015年的经历是惨痛的 不光股民损失惨重 证监会的主席肖刚 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就是说你们费半天劲 九牛二胡之力 搞出来一个熔断机制 怎么这么不精实 上了就给废了 担心无法卖出去 反而会加速卖出 甚至抛出所有的筹码 到那时候就是逃命为上 挣不挣钱 都是不是最高的考量 所以这种情况下 在以前没有熔断的机制的时候 市场大跌的时候 反而会有短线的游资进场抄底 但你熔断了导致的结果是 像他说的 有经验的投资者 大资金就赶紧跑 怕跑晚了来不及 小资金想进来抄底 又因为熔断 你又进不来了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上了下 一起割韭菜 导致股市只能跌跌跌跌跌 那当时记者问小刚 除了熔断机制失败以外 还有别的原因 导致股市这么惨吗 小刚总结了几条 说第一是 离岸人民币连续大幅贬值 市场担心股市暴跌重演 第二是预期的降准并没有出现 市场对央行宽松重刺的预期落空 等等等等 那这些条件 今天不全部存在吗 我看是一模一样 包括小刚也提到 对整个经济形势的整体预期不乐观 这些2015年的情况和今天的一模一样 所以你再砸这么多钱 又有什么用处呢 聊到这儿 不由得不 我们再说几句证监会 小刚当年是鲨鱼而归 黯然下台 再往后就是刘世瑜上台了 刘世瑜这几年 应该说干了不少事 其中最要的工 主要的工具是搞监管 当时私募大佬徐祥 就是在刘世瑜当证监会的时候 抓起来的 后来在青岛中西人民法院被判处了 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追缴全部犯罪所得的账款 另外我认识的这些上市公司的大佬里面 出事的很多人都是在刘世瑜在任期间 调查抓捕的 所以刘世瑜在整顿市场方面有一定的功劳 但问题的关键是 既要搞监管又要搞发展才行 你监管的再好 股市仍然不行 刘世瑜在任期间 整个的中国股市 他上任的时候 户指大概在2600多点 最高点是3587点 最低点是2440点 他下台的时候干了三年 仍然不到2600点 所以现在你看又跌回了刘世瑜那个时代 当然刘世瑜在任的时候 政治意味也都非常明显 证监会是为政治服务的 从刘世瑜的一系列做法和发言上能看出一般 比如说刘世瑜就曾经发表过红论 说有数据表明 中国的上市公司里面 凡是党建干的好的 党的工作做的好的 一般业绩都比较好 当时我看了这个也是啼笑皆非 他还把股票市场 金融市场的一些市场化行为 给他进行三六九等 进行阶级化的分类 比如说他把 那个要收购万科的遥远外 成为野蛮人 说中国的金融市场 要把野蛮人排除在外 拜托 谁野蛮谁不野蛮 只要合法 野蛮也是受保护的 但是中国证监会的主席 很显然就没有站在一个市场的 中立的监管者的角度上 去管理整个中国的证券行业 刘世瑜也是干了大概三年 后来由中国工商银行 董事会的董事长 议会满接任了刘世瑜 担任证券会主席 刘世瑜去向不清楚 也是出了问题了 否则像这个级别的干部 不会下台以后 生音讯节无 没有 至少得安排一个 同等级别的位置上 才符合常理 没有安排 就证明 也是出了问题 给弄走的 那议会满 这两天在干什么 非常奇葩 中国股市跌成了这样 他不言语 我们看到 议会满最新的发言 是干什么 是学习习主席 关于建设金融强国的讲话 你看就在证券会的网站上 议会满在干什么 1月23号 证券会党组书记 主席议会满 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总书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并且贯彻1月22号 李强搞的国外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证监会的系统 具体落实的措施 那按照他这个意思 现在重点不是旧事 而是怎么落实 习总实习关于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 扩大多化开放 把中国建设成为 金融强国 金融大国的 这样一个精神 但首先要做的 还是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等等等等 这些都在证监会的新闻稿里 政治含义是跃然直上 最后强调的是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这些你说的都对 但是股市跌成这样 怎么办 习惠满 只字不提 但是在他的讲话里面 也有几个词 我觉得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 比如说习惠满说 习总书记的讲话 是站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 深刻解答了 怎么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问题 等等等等 民族复兴强国建设 说到这些词 大家想起什么 大家记得昨天的节目的片头吗 七哥出来讲话了 七哥 那就是千年出来的一个圣人 那是先知 他早就预料到今天的情况 他说的很清楚 对吧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解决地方债和银行 要破产 要崩盘的问题 股市 想做好股市 这根本就不在习主席的盘子里面 不在他的任务列表里面 就算短期有救市 那也是国员这帮人 饮鸩止渴 临时救一救 习主席对这一套 根本就不认可 对这种高杠杆的 对这种投机取巧的 这种方式 习主席不认可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他也不愿意去认可 他也不愿意去了解 现在股市制度这么复杂 金融天才和金融诈骗大师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那在这种情况下 习主席怎么能看得上 你们用西方这一套模式 来搞建设的 这个治国思路呢 看不上 习主席喜欢什么 习主席喜欢的是 高科技斯巴达 什么叫高科技斯巴达 斯巴达就是 肌肉非常发达 身材非常魁梧 拉出去 乱军从中取对方首领的手技 如碳囊取物一般 得是那种霸道总裁 能砍能杀能打 非常的强壮 那放在一个经济体里面 习主席最看重的 就是机器人 芯片 这种行业实实在在的 什么人工智能 什么移动互联网 什么电商 通通不是主席 看重的这个领域 所以叫科技斯巴达 就是硬科技 加上硬实力 这是习主席看明白的 股市 金融市场 绝对不在他看重的 这个发展道路之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民族复兴 什么时候实现 2035年是关键的时候吗 2035年 中国要初步建成 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了 再来15年 就牛逼了 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让老美老鹰 欧美这些国家 看着我们就是刘哈拉子 羡慕嫉妒恨的那个范儿 所以这是习主席对中国整个的战略部署 以及他的整个的时间表 那从这个角度讲 股票市场会使一个什么图景 我们先看看另外一个指标 那就是世界上有些比较权威的媒体 还有一些高校研究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有个词叫MY比例 什么叫MY 那就是用来证明一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的数量 和股市的相关性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中青年人口的比例 计算方法是将一个国家的中年人口 35到49岁除以青年人口 20到34岁 这两个比例 当一个国家的MY比例上升的时候 股市表现要好于MY下降的时候 说白了 意思是什么 一个国家的如果出生率下降 中青年的比例下降 这个国家股市好不了 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嘛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2023年 中国出生人口连续第7年下降 减去死亡人口 以外 中国总人口的下降速度 正在加快 当然要说从明年开始 因为中国年轻人出生的 这个人少了 股市就下降 这两个之间没关系 因为等这般人长大 有炒股的能力 能够进股市的时候 那是要到15-16年以后了 但是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 就是人口下降 不是今年才开始的 开始好几年了 那如果这样算的话 到2035年 中国实现初步的社会主义 现在法强国 民族复兴已经基本成功的时候 恰恰就是MI比例开始下降的时候 就是从人口的角度讲 股民年龄构成的角度讲 中国的股市再也火不下去了 那这就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到时候 习主席可能压根就不觉得股市 是个重要的事情了 昨天七哥在开头不也说了吗 那过去三四十年 中国人民没有股市 过得不好好的吗 我们仍然打赢了抗美援朝 我们仍然再往前说 我们甚至仍然赢得了八年抗战 是不是 我们仍然造成了原子弹 仍然让美国 欧美对我们现在不得不 这个充满了敬意 对吧 中国牛逼了 没有股市不一样牛逼吗 那为啥非要搞这个股市 如果这个东西继续延续下去 就是怎么救股市都是熊样 吃一碗一碗的伟哥吃下去 仍然是萎靡不振 到时候习主席一狠心 中国的股市就不让搞了 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的 因为历史证明 没有股市的时候挺好 习主席当时在陕西 在那里插队落户 带领农民在那里发财致富 努力的实现脱贫 当时幸亏没有股市 有股市的话 习主席下了班 放下锄头就开始炒股 哪还有精神 哪有精力来考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种重大的事情 所以凡事有利有弊 没有股市 中国人民的旌旗神 要好好的 有股市了 反而成了个事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习主席到时候一狠心 股市给我取消不干了 这个事情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好 今天我们就聊一下 最新这个旧市的措施 到底能不能起什么实质的作用 我也请您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如果您有炒股的经历 更欢迎您谈谈您对股市 旧市能不能起到 应起的作用 谢谢您 下期节目 再见 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让中国股市雪崩的雪球是什么 长评观察 小粉红遭到英国钢琴家种族歧视了吗 前香港议会主席莫指立法会选举 为循序渐进 又质疑地方议会委任制 营商环境加速恶化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 称将加大力度吸引外资 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失利 黑力誓言继续奋斗 请大家收看 让中国股市雪崩的雪球是什么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据路透社引述美国银行的分析师观点 认为所谓雪球衍生性金融产品的效应 是这波股市下滑的原因之一 拖累远已疲软的股市 这波雪球效应如今不止影响中国股民 南韩也有不少散户受到冲击 什么是雪球 中国的雪球是一种与特定的股票指数 例如中正500 中正1000指数挂钩的高风险投资产品 只要此一指数维持在预先设定的范围之内 投资人就会获得类似债券的收益 若指数上涨到所谓的敲出 Knockout 价格以上 则合约终止 投资人获得此期间内的收益 若下跌到敲入 Knockin 价格以下 则投资人可能要承担本金亏损的风险 中正1000指数本周跌破5000点 触发了许多雪球产品的敲入事件 导致股票期货被迫抛售 也进一步对市场造成压力 卫银集团的分析师估计 目前雪球产品为清偿的明目本金 约为500亿美元 且约有40%可能已触及敲入价格 延伸阅读 中国股市跌不停 胡锡进 为股市表现难过 一位投资散户施先生一意向路透社表示 2023年初 投资了跟中正1000指数挂钩的 两年期雪球产品 总价100万人人民币 施先生投资时 人本期待可以获得至少8%的收益 然而他投资的产品在本周一触及敲入价格 如今 除非指数在一年内回升40%至7000点的水平 否则他就不但赚不到钱 还会损失部分本金 彭博社指出 这种产品近几年在中国相当热门 提供产品者包含中国最大型的券商 如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 理论上 一连串的雪球产品的敲入事件 不会直接影响中正500或中正1000指数 只会影响期货 分析师一般认为 并不存在直接影响实际股票的即时机制 尽管如此 市场仍会对任何可能的传染效应而产生不安情绪 路透则引述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分析师表示 雪球效应是股市下跌的原因之一 一脱位了本来就已经疲软的中国股市 该行预估 若中正500指数或中正1000指数 再下跌6%至7% 将会引发新一轮悄入冲击 2021年 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曾要求 企业应确保其雪球产品只销售给合格的投资者 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 对雪球产品的投资上限是公司总资产的25% 延伸阅读 中国股市惨跌这可能是投资者能承受的最后一滴水 据路透社报道 联博资产管理公司资深投资策略师David Wynn 上周五1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雪球产品类似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 贩售的指数挂钩产品 投资人压住美国股市跌幅不会高于25%或30% 他说 结果 你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也显示 A股可能确实处于最后一轮下跌 暗示相关的抛售可能代表股价几乎要触底 韩国散户受中国股市下跌波及 值得注意的是 路透社报道指出 除了中国散户受影响外 投资与香港恒生指数挂钩之金融产品的韩国散户 也因恒生指数本月下跌11%而受冲击 据韩国各大银行统计 截至本月19日为止 其主要银行销售1月到期价值4326亿韩元的金融产品中 已经损失了2164亿韩元 韩国金融监管机构自1月8日起 调查12家销售与中国股票挂钩的韩国本土银行和证券公司 检视是否有不当行为 监管机构估计有多达115亿美元与港股指数挂钩的商品中 将有20%在2024年第一季到期 32%于第二季到期 这些衍生性商品的巨额损失 可能在未来陆续显现 综合报道 长评观察 小粉红遭到英国钢琴家种族歧视了吗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群强烈要求 不要曝光肖像的中国人 在近几日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曝光量 当事人之一英国网红钢琴家卡瓦那 Brandon Cavanaugh发布的几条相关视频 已经超过700万次浏览 加上多家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跟踪报道 观看 阅读人次远远超过1000万 几位被称为小粉红的当事中国人身份被曝光 其中一位在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公开回应 事情发生在上周五1月19日 对英国伦敦圣汤克拉斯 ST Pankers火车站 卡瓦那在一架公共钢琴上进行直播表演 走来几个手持中国五星红旗的中国人 其中一位自称华裔英国人 以肖像权为理由 要求卡瓦那停止拍摄包含他们的画面 并删除已经拍摄的此类影像 卡瓦那回应说这是公共场所 英国法律允许拍摄 倘若不愿入境走开即可 但这几位中国人 华人声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 随后试图指控卡瓦那种族歧视和性骚扰 随后来了一男一女两位警察 男警察支持了卡瓦那的意见 女警察试图说服她停止拍摄 遭到拒绝 信信然走开 但就这一事件来说 它只是每天发生的成千上万的街头纷争之一 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成为舆论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 是因为它背后隐含着近年来 一再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 中国小粉红对西方公共空间的侵蚀 以及西方人应该怎样对待中国人 五星红旗是中共旗子吗 小粉红是指倾向中国民族主义立场拥护中共统治 并为之进行辩护或者参加中共宣传活动的年轻人 根据公开视频中这几位中国人 华人的言行举止 以及其中一位的公开回应 他们显然属于小粉红群体 卡瓦那显然对政治并不陌生 明白英国公众对于中共普遍反感 他一再强调小粉红的手中的五星红旗 称之为共产主义小红旗或者中共小红旗 The Communist Flag 并询问他们是否来自中国 小粉红指控他种族歧视是一个种族分子 从表面上看 他称五星红旗为中共小红旗是一个错误 但事实上 作为中国国旗的五星红旗 其图案是四颗小五角星环绕一颗大五角星 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共 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社会各阶级 是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形象阐释 因此 可以说五星红旗是比党旗还要党旗的中共红旗 对此 小粉红也从不否认 面对卡瓦那如此明显的错误 攻防精灵的小粉红们并没有予以更正 因为他们也不敢强调国旗不等于党旗 那无异于宣称爱国不等于爱党 小粉红们举着国旗希望打造爱国形象 然而 从他们的本意来说 他们支持的是中共政权 并不在乎国家和人民 比如 中共和俄罗斯签订秘密密协议 出让了大批争议领土 他们不会去抗议 中共的大跃进政策饿死数千万人 他们不会去抗议 中共实施荒唐的清零政策 大规模关押民众 他们不会去抗议 中共把经济搞垮了 股市一蹶不振 他们不会去抗议 如果有人要批评中共 他们反倒要去抗议了 因此 塔瓦那称他们手中的五星红旗 为中共小红旗 可谓恰如其分 种族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差异 那么 这位钢琴表演艺人 有没有对小粉红进行种族歧视呢 种族歧视 Racial Discrimination 是因为肤色 人种 或是其他种族原因有关的歧视 从这个意义上说 塔瓦那强调小粉红来自中国 是一种涉嫌基于种族特征 表达偏见与歧视的言语 不过从上下文看 他更多是强调的是 小粉红的政治身份 因此说的最多的还是他们手持中共小红旗 并对此表达了明显的厌恶 反复强调英国是尊重自由的民主国家 抑制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可怕的专制国家 直立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政治身份 并对此表示厌恶 算不算种族歧视呢 显然不算 在美国 左右两派中有些人互相咒骂 在德国 无数人提到极右翼政党选项党 AFD都感到痛心疾首 这些都不算种族歧视 因此 要对中共政权表达厌恶和愤怒 最好的表达方式 直接说出政治观点 比如告诉小粉红 他们支持的是一个残暴的专制政权 为人类文明所不齿 如果用国家或者种族来区分 比如说小新啊 他们来自中国 则可能涉嫌种族歧视 但是 当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肆无忌惮地 对另外的国家或者民族进行威胁 侵略和杀戮的时候 受压迫者的愤怒谴责 可能另当别论 比如 1937年的南京人说我痛恨日本人 1939年的波兰人说我痛恨德国人 和今天的乌克兰人说我痛恨俄国人 显然不应该被认为是种族歧视 当中共在香港残酷地镇压民主抗疫运动的时候 当中国军机频繁地飞到台湾周边 进行战争威胁的时候 很多中国人前往香港和台湾 都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 他们指控香港人和台湾人 歧视中国大陆人 包括那些公开支持中共的镇压和威胁的中国大陆人 这种指控是否成立 恐怕要放进政治环境和政治身份中进行具体分析 小粉红历生呵斥背后的中共话术 现在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说小粉红嫩攻防精明 在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这起事件中 一位男性小粉红对卡瓦娜的攻击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他首先以肖像权为由 要求钢琴表演艺人停止直播并删除影像 然后用种族主义回应中共小红旗 随后力声呵斥对方性骚扰 并一再要求道歉 在每一个环节 都有可能让对方陷入难以自证清白的处境之中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这主要不能归功于小粉红个人如何擅长灵机应变 而是来自来中共官方的整体话术 这套话术的核心就是挪用西方主流话语 并加以扭曲 用这些旨在倡导民主自由的话语为专制辩护 《环球时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它反复引用西方的多元包容价值观 把自己打扮成多种声音中的一种 教育西方人要理解和包容中共专制政权 事实上 它对多元包容的政治毫无兴趣 在国内 多元包容正是他们所要抵制的普世价值之一 定于一尊是公开宣传的政治目标 同样的逻辑 小粉红并不在乎民众的权利 自己在国内也不会一口一个权利 一口一个自我选择 但是 他们知道 在英国权利是一个响当当的词语 可以理直气壮地喊出来 种族歧视和性骚扰 更是很多西方人都难以承受的两大指控 而在国内 小粉红们为中共对西藏 新疆的种族压迫唱赞歌 并参与围攻反对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女权主义 导致很多倡导女权的社交媒体被关闭 不过 小粉红们一不小心就会露出本色 比如 其中一位小粉红对同伴被当作日本人而感到愤怒 想要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收割国内民众的支持 因为力生呵斥卡瓦那 不要碰触她的女同伴的小粉红 说出的理由竟然是你跟她不是同龄人 意思是你是一个老头子 有什么资格碰这位年轻女性 暴露了年龄歧视 也扭曲了性别歧视的定义 这位钢琴表演艺人没有往她挖的坑里跳 而是始终盯住他们的政治身份 中共小红旗 成功地获得路人的同情和支持 而且坚决抵制警察地 试图劝阻她发布影像的合适老作为 反复提醒警察不要成为小粉红们的私人保镖 小粉红们的话术终究未能奏效 这起事件看上去以往红钢琴家卡瓦那的胜利收场 然而 后续的信息显示 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这家 据称由知名歌星爱尔顿 约翰 Elton John捐赠的钢琴已经被隔离带围住 并有两名警卫看守 等于暂时取消了这个包括朗朗 爱丽西亚凯斯 Alicie Peace 球斯荷兰 Jose Holland 在内的明星都在此陷故意的公共表演场地 不用说 小粉红对此处公共空间的侵蚀并没有白忙 人们甚至无法知道 这个结局是出自当地警方或者公共空间管理者的谨慎形势 还是来自中国大使馆的压力 对于那些分不清种族身份与政治身份的西方人来说 所有中国人遭受歧视的可能性又增加了几分 作者常评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作家 六四记忆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 现居德国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 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 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前香港议会主席莫指立法会选举为循序渐进 又质疑地方议会委任制 RFI法广 北京在两年多前开始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时 已有评论指出 新制令北京可推出国家队晋升立法会 会冲击现行土共传统亲近人士的笼统称谓 其力量将会被冲淡或削弱 曾在港英年代或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前身 支持下创办民主建港联盟简称民建联的曾玉成 昨23日在《明报》撰文 只被视为香港小宪法的基本法 就香港行长官和立法会均需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 最终达至特首和全部议员均由普选产生的双普选目标 他续称 香港回归以来的政治发展均需以循序渐进原则朝双普选的目标迈进 而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第一次立法会选举结束后 中央重申 写在基本法里的双普选目标不变 即立法会全部议员最终还是会由普选产生 他的述说 没有再提及循序渐进原则 在这天题为委任区议员应长期存在吗 区议会在完善选举制度后的发展前景的文章里 曾玉成又说 由本月一日开始的区议会 是香港历史上第二次恢复委任制度 而且人数最多 470人中有179名 占比议事历来之冠 相反 地方选区只选一席的比例则简直历史上最低 他形容 这变化脱离了回归以来 区议会产生办法一直遵循的发展轨迹 再加上区议会主席由官员兼任和包括法则的监察区议员指引 足可保证各区区议会忠诚配合政府的地区施政 但他提出 基本法虽没提及区议会需循序渐进点达至普选 但回归以来 每次政治发展都把区议会的民主化包括在议程之内 但经过这次重塑 区议会往后还要不要民主化呢 委任一席会不会再次逐渐减少至最后全部取消 曾玉成认为 委任议员虽可让政府如毕食指地拆遣 但他质疑 为确保政府在地区治理上得到区议会的充分配合 委任议员是否应长期存在 并且要占较大的比例 他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对区议会选举的肯定态度为例指出 来届区议会的直选议席应该不会减少 如果中央政府希望见到香港的选举 包括区议会选举 越来越赢得人心 越来越多人参与 就更有理由让区议会的民选议席逐渐增加 他又说 在确保参选人是爱国爱港的基础上 亦无需忧虑民选区议员会做出违反基本法的扩权行为 且随着扮演官民桥梁角色的民选议员的人数增加 其效用意会提高 刘瑞绍 料体之内不满和摩擦增加 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向本台指出 曾玉成开枪是因为改革后的选举 实质效果与原来声称的效果背道而驰 包括选举参与填补大量民主派区议员被耻夺资格和请辞 而出现地区服务不足的关爱队 表现不如预期 以致官民关系一不四预期 是将影响包括建制利益在内的香港整体利益 他续称 面对上述情况 以传统左派为主的核心建制人士感到不满不悦 特别是建制内的利益板块有碰撞 在核心建制派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点向官方规编的新利益板块 非常活跃 传统左派自然会有人发文 曾玉成可算是传统左派 由父亲到他这一门三截均与左派有渊源 他的哥哥曾德成更因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蔓延香港时 在学校派发清津的反暴传单而入狱 回归后 曾官至民政事务局长 但对于当局会否取消委任区议员刘瑞绍估计 从政府角度出发 机会甚微 但他亦指出 长此以往 区议会发挥的效果将会更坏 令体制内的不满和摩擦积累 机会来临便互相攻击 造成内耗 营商环境加速恶化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称将加大力度吸引外资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周三一二十四日表示 中国将加大吸引外资企业的力度 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立场不会改变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 周三在香港举行的第十七届亚洲金融论坛上说 未来中国内地金融业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改变 对外资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改变 为外资提供更好营商环境的方向不会改变 他称 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 李云泽在会上还表示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将继续加强与香港方面的双边监管合作 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他称将研究降低港澳金融机构参股内地保险公司的准入门槛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5.2% 略高于官方目标 不过受到地方政府债务增加和房地产危机加深的拖累 复苏远比许多分析师预期的更不稳定 随着中国的全球投资者纷纷撤离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香港和上海股市出现大幅下跌 李云泽表示 展望今年经济发展固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但他称 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底子后 经济增长活力足 尤其是宏观政策空间大 总体来看依然是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他说 中国内地金融业总体运行稳健 风险可控 尽管李云泽信心喊话 但对于大多数在华经营的西方企业来说 2023年是异常艰难的一年 中国营商环境加速恶化 企业在华经营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大幅上升 CEO们正陷入一个两难的窘境 去年11月 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领航集团Langard Group 和以民调为基础的绩效咨询公司戴洛普Gallet 纷纷决定撤离中国 在此之前 聚焦科技咨询的弗雷斯特市场咨询Forester 美国格里集团John Lerman Group 已大幅裁员 而对中国依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领域 如苹果公司Apple Inc 也正在将其部分生产线 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地 截至去年9月底 外国企业已经连续6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 总金额超过1600亿美元 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去年11月公布的数据 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负债为负118亿美元 是自1998年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季度复职 尽管中国国务院去年8月曾出台24项措施 鼓励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再投资 但金融学者认为 意见文件由国务院直接出台并不寻常 且有关措施缺乏新意 相信会陆续有更多外资撤出中国 此文参考了路透社的报道 新罕布什尔州出现失利 黑力誓言继续奋斗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周二 1月23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初选中获胜 特朗普在初选对阵中仅胜的主要对手 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 黑力利提黑力誓言将继续奋斗 并喊话特朗普与他举行辩论 尽管最终票数差距仍不明朗 据试调机构爱迪生研究Edison Research预计 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得票率 约为55% 黑力为43.5% 此前 黑力希望独立选民众多的新罕布什尔州 能让他获得意外的胜利 以动摇特朗普的优势 在取得初选的第二场胜利后 特朗普离白宫更进一步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应用程序真相上 对黑力直呼 妄想 特朗普说 他上周排名第三 这里指的是爱奥瓦州的初选结果 但黑力还未放弃 这场竞选还未结束 他对支持者说 黑力誓言要继续在上位投票的48个州 挑战特朗普 黑力强调 我是一名斗志昂扬的战士 现在我们是最后站在特朗普面前的人 黑力的表现比民调和评论家 人先预测的更为出色 他在康科德网会上 向特朗普提出了辩论的挑战 黑力提到特朗普前几天将他误称为 前国会议长南希 佩洛西 Nancy Pelosi 他说 我一直主张对75岁以上的政治人物进行心智能力测验 特朗普声称他在这类测试中会比我做得更好 如果他这么认为 那么他就应该毫无问题地与我站在辩论舞台上 黑力接着将前往南卡罗莱纳州主持竞选活动 他寄希望于2月24日投票的家乡南卡罗莱纳州 以及接下来于3月登场将有10多个州同日举办出选的超级星期二 黑力曾担任两届南卡罗莱纳州州长 尽管如此 民调显示特朗普目前在该州大幅领先 虽然特朗普取得二连胜 但出口民调显示出特朗普在大选中的潜在弱点 特朗普面对一连串刑事指控 出口民调显示 约44%参加共和党初选的选民表示 如果特朗普被定罪 他将不适合担任总统 新罕布什尔约有35%的选民认为自己是温和派或独立选民 根据出口民调 这些选民中只有五分之一选择了特朗普 约四分之三的人投给黑力 显示这些重要的选民更青睐黑力出现 特朗普在大学毕业生中的支持率也较低 仅获得39%的支持 与此同时 黑力为58% 大约六个所谓的摇摆州 通常会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扮演关键角色 这使独立选民和温和派在这些州具有极大影响力 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策略师查克 考夫林查克科夫林认为 特朗普的支持基础太小 无法赢得总统选举 若11月与拜登对决 特朗普最大的希望可能是民主党和无党派选民 对选举的热情低落 民主党策略师乔特里皮 周执皮表示 出口民调进一步表明 争取独立人士和温和派共和党人 必须是拜登对抗特朗普策略的关键一环 对于共和党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出选结果 现任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声明表示 这代表特朗普几乎已经赢得共和党提名 而否认选举结果 反对自由地让美国再次伟大 MEGA共和党人掌管了共和党 拜登团队声明批评 特朗普正再次向美国人提供极端选择 包括破坏美国民主 以中产阶级为后盾奖励富人 并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 声明强调 拜登与他不同 拜登正努力为中产阶级发展经济 加强民主 并保护每一个美国人的权利 拜登在新罕布什尔州 以另选他人 Right-in方式赢得民主党初选 据路透社 易普索 Reuters Ipsos上月民调 拜登声望接近总统任期中的最低水平 经济仍是美国人最关心的一体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媒体人探新闻空间萎缩 文章一出及下架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曾任新京报我们视频副总经理的 中国媒体人彭远文 周一1月22日在微信公众号网市与随想发表文章 以新闻通报时代为题 谈中国近年来新闻空间越来越窄编的现实 不过文章发布不到一天 急遭下架 总部在美国的媒体网站中国数字时代刊登了彭远文的原文 文内写道 所谓通报时代就是所有人都在等待通报 没有新闻 只有通报 最后被逼无奈 邻仲只能自发性去做调查 有人被按住 有人虽然发出来了 但很快被删除 彭远文指出 3、4年前的中国媒体环境还不是这样 过去即使没有官方的通报 内部检查事实无误 也就发了 反观现在 只要是稍微有点敏感的消息 没有官方通报 一律不报 新闻通报时代的标志事件 彭远文认为 2022年的封县事件是新闻通报时代的典型案例 上海新冠疫情封城 则让人看见通报时代的后果 封县事件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关注 但媒体迟迟没有报道 一直在等通报 网友自发调查 却遭遇打压 最后官方终于发布通报 却面临更多质疑 官媒则转述通报内容 但已经没有人信了 延伸阅读 封县铁链女事件 两声援者重获自由 省调查组难平众目 此外 2022年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数月 彭远文形容 这是他认为2022年最大的新闻 然而 封城期间消息来源几乎只有官方通报 媒体原创报道可说负之缺如 媒体不要说做瞭望者了 他连已经发生的错误都无法呈现 黄论纠正 就此可以宣告中国新闻彻底进入通报时代 延伸阅读 亲历者自述 上海封城 逃离4月 彭远文也提及2022年9月 贵州防疫转运大巴翻车至27死 以及今年4月北京长丰医院火灾 他指出 在官方通报前 网络上几乎没有现场画面 简直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奇迹 媒体不监督 只要正能量 在彭远文撰文前几日 山东广播电视台台长吕鹏 在一场媒体论坛的言论 也掀起各界对中国媒体责任的质疑 他说 闪电新闻山东台旗下的新闻平台 从来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 我们从来不看别人的笑话 我们从来不转播任何灰色地带的东西 我们只转发正能量 对此 彭远文认为 旅台长当然该骂 但不能只骂他 事实上 多数地方台也早就不做新闻 例如19日河南南洋的学生宿舍失火 导致13人遇难 河南媒体连消防通报都不发 新闻不仅进入通报时代 现在还要进入不通报时代了 中国数字时代22日 刊登另一篇 由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劳东燕微博发布 后遭微博删除的文章 该文指出 媒体应该派记者到火灾现场 尽到监督的责任 看一下消防是不是合规 这很奢侈 至少也得弄清楚火灾的原因 然而 火灾之后只有极少数媒体做了采访 消息一直短暂上热搜 随后遭到撤下 有网友评论 13条生命换不来一条热搜 如果媒体都要等官方通报出来 那媒体算什么呢 彭远文抛出提问 并指出另一关键现象 媒体缺席新闻现场 越来越少做原创报道的同时 微博政务号的追踪者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显示了公权大幅扩张 媒体同步萎缩 跟官方不同调 等着被禁 媒体的自我审查及消音 成了中国新闻自由的一大表征 彭远文的文章指出 通报等于有了官方背书 万一有事 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 否则背不起这个责任 劳东燕的文内则写道 过去的媒体常被禁 但这也表示媒体在做各种尝试 如今连报道都不报道 估计权力也会惊诧甚至失望 也不给我一个机会来禁止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 去年5月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 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 排名第179名 仅胜过北韩 报告指出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 关押最多记者的国家 也在全球范围内打压新闻从业者 和民众的知情权 去年底 中国财新周刊发布社论 内容被指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遭到官方下架 该媒体创办人胡舒立的个人微博账号 也遭清空 甚至有消息指他遭到国安人员约谈 有分析认为 这是由于财新的社论与习近平和中共中央 近期主张的说法调性不和 洛杉矶时报大规模裁员至少115人 RFI法广 流失大量资金的洛杉矶时报表示 将裁掉至少115个新闻部职位 同时寻求财务状况恢复正常 洛杉矶时报老板黄新祥 Patrick Sunshine说 今天的决定对大家都很痛苦 但我们必须赶紧行动 采取措施 为下一代打造一份可长久且蓬勃发展的报纸 洛杉矶时报和许多历史悠久的媒体一样 一直难以适应网络世界的经济形态 尤其损失许多广告收入 地业人数也不断减少 上周 管理阶层考虑大幅裁员的消息一出 加入工会的洛杉矶时报记者随即发起罢工 黄新祥说 罢工毫无注意 新闻部工会为与管理阶层一起找出挽救工作的办法 他感到很失望 不过 今天的裁员似乎来得很突然 突发新闻编辑赛凡泰斯 Jared Cervantes在社群平台X上写道 洛杉矶时报在一场人力资源网络研讨会中解雇我们 聊天功能被取消 不能问答 没机会提问 正如一名同事所述 这就像飞车枪击一样 代表报社多数记者的洛杉矶时报工会 Los Angeles Times Guild 抨击说 不管以什么标准衡量 这都是一波毁灭性的裁员 落实去年也才掉超过70个职位 落实总编辑梅瑞达Kavin Merida数天前突然离职 他在业内备受敬重 于2021年加入落实 落实曾是美国重要媒体之一 全球各地都有记者注点 但经过多年准节 规模越来越小 批评者说 落实仍自诩为具有美国西岸角度的全国性报纸 但如今感觉更偏地方性 为何北京对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反应相对缓和 专家 保留后续升温空间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台湾的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赢得最近的总统大选后 北京当局至今为止 在外交 经济及军事上做出的反应 被普遍认为算是相对缓和 大致上延续了现任总统蔡英文当初上任时的做法 但有专家示警 这只能被当作中国对台湾选后反应的起始点 北京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对5月赖清德的就职 即将来任何可能使其不满的事件预留升温空间 民进党的赖清德在1月13日的台湾总统选举胜出后 北京在两天后快速夺走台湾的太平洋邦交国恼鲁 终止对一些台湾进口产品的关税减让 并增加在台湾周边的军事骚扰 不过这些惩罚性的手段 与2022年8月时任美国中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访台后的大规模实弹军事演习相较 一般看法都认为北京的反应算是相对缓和 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人Ryan Hess说 他不会对北京至今在台湾选后的反应给予任何表扬 因为他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也做了一些严厉的举措 而且他认为北京还会做更多 我认为他们已经做的是延续而不是脱离过去的做法 所以他们是在他们现有的政策框架上操作 换句话说 我还没有得到一个印象说 北京已经决定最近这场选举是一个分水岭 必须迫使他们改变就有的脚本而去演你一个新的 他说 保留未来对台湾施压空间 曾任奥巴马政府白宫国安会中国 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的何雷恩星期二一二十三日 在哈德逊研究所针对台湾选举结果举行的座谈会上说 人们应该把北京截至目前为止 对赖清德当选的反应当作一个歧视点来评估 至于北京为何没有做出更强烈的反应 原因除了他们可以安慰自己他们没有全输 因为赖清德只拿到四成选票 表示有另外六成选民并没有支持赖清德 而且国民党也在立法院得到多数席次以外 他们也要保留未来升温的空间 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在一月十四日就有过度反应或戏剧性反应 那么到五月的就职时他们要做什么 如果之后发生一些事件引起他们的不满 他们又该做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务实和战术运用 他们想要保留一些空间可以在必要时继续升温 另一部分也反映出一个事实 那就是他们自己还有许多国内及来自美国的挑战必须应对 他说 除了应对中国内部如失业和经济放缓等问题外 何瑞恩说 从中国外交官包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驻美大使谢峰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人 近来一些公开讲话都可以见到中国在外交上不断强调的主轴 就是美中关系的稳定是他们当前最重要的优先事项 如果将整个图像拼凑在一起 或许就可以解释中国在台湾选后做出的反应了 观察赖清德就职演说在做反应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研究员贺柏然 Grindhart在接受美国之音VOA采访时也认为 北京多半不会急剧改变他们对蔡英文政府的做法 他们将继续停止与台湾新政府接触 并且把希望放在赖清德执政四年后能出现新政府 我认为他们将持续停止接触 停止两岸对话 基本上就是持续孤立新政府 我认为从北京的观点来说 他们见到的事实是赖清德并没有赢得绝对多数 他们认为那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他们还有一些希望 或许他们可以等完接下来的四年 并对第一届赖政府之后的新政府怀抱希望 他说 赫不然认为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将是一个重要时刻 以往台湾领导人都会在就职演说中提出 他们对未来施政的议程和愿景 中国可能会从他的演说发出的信号来决定进一步反应 我认为北京会密切观察看他说什么 我认为他们会根据他们认为的赖清德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 所以我认为如果从北京的角度来说 如果他们见到的信号较为积极 他们或许会静观其变 他们或许会对赖采取较为静观其变的态度 如果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赖说了什么他们真的不喜欢的 或者被他们认为更支持独立的 他们可能会有更强烈的反应 他说 找机会指赖清德制造问题 不过贺博然也提醒 在赖清德上任及更长期的未来 北京很可能还是会找机会把赖清德描绘为一个问题制造者 我也认为人们可能见到的事情之一 就是在就职后和未来较长期的时间 人们可能见到北京可能会夸大他们对赖清德做的任何讲话或政策的反应 因为我认为他们在寻找机会将他描绘为激进或问题制造者 他们已经有这样的言论了 所以我认为他们会在未来一年里做更多这种事 他说 外交施压夺台邦交国 此外 脑鲁在台湾总统选举后两天就外交转向 中国对赖清德出手的速度之快也让许多人感到意外 贺博然认为 北京将持续采用这种方式对台施压 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 因为那些是台湾领导人经常用来进行过境外交的出访目的地 我认为他们会尤其聚焦于拉丁美洲 我是说我们可以见到的一件大事情 就是台湾领导人能用那些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作为过境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中国会非常重点地盯上那些拉美国家 那些在他们看来的是其余的顽固国家 贺博然说 自2016年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上任后 已经有10个台湾邦交国与台湾终止关系 在脑鲁与台湾断交后 目前台湾只剩下12个邦交国 其中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最多 包括在中美洲的伯利兹及威地马拉两国 在加勒比海的海地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四国 以及在南美洲的巴拉圭 北京当局对于脑鲁外交转向表示赞赏和欢迎 并称脑鲁决定与中国复交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 有报道称 太平洋岛国图瓦鲁可能在1月26日总统大选后 成为下一个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不过台湾外交部说 台湾大选后 图瓦鲁有向台湾当选总统 副总统祝贺 并重申坚定维护双方邦义的立场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餐百谱各大菜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蜜汁叉烧的甜蜜低语 二 麻婆豆腐的腊味交响曲 三 清炒食书 脆嫩绿意的春日续曲 面膜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蜜汁叉烧的甜蜜低语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那道 让人垂涎三尺 甜蜜入腥的佳肴 蜜汁叉烧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中国烹饪艺术的杰作 是甜蜜的诱惑和烤肉的完美结合 首先 让我们来解构一下这道菜的名字 叉烧 这两个字已经暗示了烹饪方法的古老智慧 肉穿在叉子上烧烤 这种烹饪方式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 当时的厨师们已经知道如何用火的力量来驯服肉类 让它变得外焦里嫩 滋味无穷 而蜜汁 这部分则是对味觉的一次甜蜜的撩拨 想象一下 那些勤劳的蜜蜂在花间穿梭 收集花蜜 然后在蜂巢中酿造出这甘甜的液体 当这蜜汁与传统的酱料混合 涂抹在叉烧上 经过炭火的烘烤 它们就像是在肉上滴雨 传递住甜蜜的秘密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蜜汁叉烧的制作过程 首先 选择合适的肉块至关重要 通常 厨师会选择猪肉的肩胛部分或者眉头肉 因为这些部位的肉质既有弹性 又带有适量的脂肪 能够在烤制过程中保持多汁 接下来是腌制 这一步骤是叉烧魅力的关键所在 一般会使用酱油 蜂蜜 糖 五香粉 蒜蓉 豆腐乳等调料 让肉块在这些调料中浸泡数小时 甚至过夜 这样 肉块就能充分吸收这些调料的精华 为接下来的烤制打下坚实的味道基础 最后是烤制 肉块在炭火的烘烤下 慢慢转变 表面的蜜汁开始变得焦脆 肉质逐渐变得柔软 这时 厨师会不时地刷上一层又一层的蜜汁 让叉烧的表面形成一层亮丽的光泽 这就像是肉块的滑幅 让它在味觉的宴会上光彩夺目 当然 蜜汁叉烧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味道 还在于它背后的文化和历史 叉烧是广东菜的代表之一 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中国南方烹饪文化的象征 是家庭团聚的味道 是节日庆典的必备佳肴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那甜蜜而又多汁的蜜汁叉烧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口美味 这是历史的味道 是文化的传承 是甜蜜低语的艺术品 bon appétit 或者我们应该说 食得开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麻婆豆腐的腊味交响曲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那道让人爱不识口 辣得让人泪流满面 却又欲罢不能的川菜经典 麻婆豆腐 这道菜不仅是一道美食 它更像是一场激情澎湃的腊味交响曲 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味蕾上的震撼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道菜的历史 相传在清朝末年 成都有一位名叫陈麻婆的老太太 她的脸上有些麻点 因此得命麻婆 她开了一家小馆子 专门卖豆腐 有一天 一些穷苦的码头工人来到她的店里 希望用最少的钱 吃得饱 用暖和 陈麻婆就用手边有限的食材 豆腐 牛肉 和一些当地的辣椒和花椒 烹制了一道菜 这道菜了而不燥 麻而不苦 工人们 吃了之后 纷纷称赞 从此 麻婆豆腐名声大噪 现在 让我们来细细品味 这道辣味交响曲的组成部分 首先 豆腐如同交响曲中的咸乐部分 柔和而细腻 它是整道菜的基础 接着 牛肉或猪肉末就像是打击乐器 给菜品增添了节奏感和层次 然后 辣椒酱和豆瓣酱就如同同管乐器 它们的加入 让整道菜的辣味层次丰富 热情奔放 最后 花椒的加入 就像是交响曲中的木管乐器 带来了一丝丝的马感 这种微妙的马感 让人欲罢不能 当然 一道好的麻婆豆腐 还需要葱 将 蒜等调味品的点缀 就像交响曲中不可或缺的和声部分 它们让整道菜的风味 更加丰富和和谐 最后 当你将这道菜端上桌 热气腾腾 色香味俱全 那就是整场辣味交响曲的高潮部分 一口下去 辣味直冲脑门 马感紧随其后 豆腐的嫩滑和肉末的鲜香在口中交织 这就是麻婆豆腐的魅力所在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品尝麻婆豆腐时 不妨想象自己 是在聆听一场油辣椒 花椒 豆腐和肉末 共同奏响的辣味交响曲 让这道菜的每一个细节 都在你的味蕾上演奏出最动人的乐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清炒石书 脆嫩绿意的春日续曲 各位亲爱的时事迷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个让人口水直流 绿意盎然的春日续曲 清炒石书 这道菜 简单却不是风雅 是中国菜肴中的一个经典篇章 它的历史可谓是悠久 其实 早在古代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享受这种 简单而纯粹的美味了 清炒石书 顾名思义 就是用清水洗净的新鲜蔬菜 经过高温快速炒制而成 这道菜的精髓在于 清和炒 所谓清 就是要求蔬菜要新鲜 要天然 不能有丝毫的杂质 而炒 则是考验出失火候的时刻 火太大了蔬菜就焦了 火太小了蔬菜就出水了 只有火候恰到好处 才能炒出那脆嫩可口 色泽鲜亮的石书 在古代 这种烹饪方式 也是一众对食材的尊重 当时的文人雅士们 在品品美食时 常常提到原汁原味 他们认为食物最好的烹饪方式 就是能够保留其最原始的味道 而清炒食书 正是这种理念的最佳体现 当然 清炒食书也是一门大学问 你以味随便拿个锅 扔几片青菜就能大功告成 哪有那么简单 首先 你得选对季节 春天的嫩笋 夏天的苦瓜 秋天的南瓜 冬天的白菜 每一季都有它的主角 然后 你得掌握火候 这可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稍有不慎 就会从清炒 变成炒糊 而且 别以为清炒食书 就是肃淡无味 那时你没有遇到高手 一个真正懂得烹饪的师傅 能够在不破坏 蔬菜原味的前提下 加入恰到好处的调味 比如 一点点的盐 一滴麻油 甚至是一抹蒜香 都能让这道简单的菜肴 瞬间生辉 让人 食指大动 所以 下次当你在春日的午后 看到那盘翠绿欲滴的清炒食书时 不妨细细品味一番 那不仅仅是一盘菜 那是春天的味道 是自然的馈赠 更是厨师 对食材的一曲颂歌 记住 每一口脆嫩的绿意 都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的和弦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道美食的魅力 蜜汁叉烧 麻婆豆腐 和清炒食书 这些菜肴 不仅仅是美味的享受 它们背后蕴含的文化和历史 也是无法忽视的 蜜汁叉烧 将中国烹饪艺术的智慧 和甜蜜的诱惑 完美结合在一起 它是肉类烹饪的杰作 麻婆豆腐 则是川菜的经典代表 辣味和麻感的结合 让人回味无穷 清炒食书 则是简单而纯粹的美味 它展现了对食材的尊重 和原汁原味的追求 这些美食不仅仅是 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和艺术的表现 它们带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味觉上的享受 更是一种身心灵的滋养 我们应该珍惜这些美食 感受其中的故事和情感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蜜汁叉烧 麻婆豆腐 和清炒食书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经验 或者故事 想要分享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交流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 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 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 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1月24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 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中国高级特使冷言情刚被罢处 并不罕见 美国雅虎 据彭博社报道 北京一位最资深的外交官 驳斥了人们对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 被罢处的担忧 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 在一次罕见的公开评论中表示 你看到一些欧洲政客也被解职时 人事变动并不罕见 秦刚突然被免职的原因尚未透露 但有消息称 他在担任美国大使期间有外遇 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中国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以提振经济放缓 美联社 中国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 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以提振放缓的经济 此举导致中国市场股价飙升 近几个月来 中国股市一直陷入困境 央行的公告被视为稳定市场 恢复经济信心的努力 从2月5日开始 存款准备金率将下调0.5% 为经济注入约1万亿元人民币 1410亿美元 央行还计划出台房地产开发商贷款政策 以支持该行业 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 中国经济正在复苏 政策还有回权空间 中国誓言以稳定的速度开放移民 制定吸引外国人才的政策 南华早报 中国移民局宣布计划平稳 进一步开放中国 同时呼吁加大力度打击敌对势力渗透 此举之际 中国试图鼓励外国人前往该国旅游 并向国际社会表明其开放态度 然而 中国与西方的竞争及其国家安全行动 对外国游客产生了寒蝉效应 许多人在COVID-19封锁后离开了中国 北京已采取措施简化签证流程 以吸引更多外国人才并提振经济 中国各省份2024年GDP增 涨目标大多在5%以上 彭博社 据官方声明和当地媒体报道 已公布2024年年度GDP目标的中国26个省份中 大多数省份的目标是增长至少5% 这些数字表明 北京今年的全国增长目标也可能相当高 中国设定并实现了2023年5%的增长目标 但重申 由于担心造成系统性风险和更高比较基数的挑战 今年将更加困难 一些经济学家还指出 自2023年经济受益于疫情后重新开放以来 今年面临的挑战更大 中国试图平息散户涌入美国股票ETF的狂热 彭博社 中国的共同基金公司正在对希望购买其投资于美国股票的产品的投资者实施新的限制 华夏基金和博士基金均已停止认购 其分别投资于追踪纳斯达克100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ETF的共同基金 华夏基金还要求至少100万股用于认购和赎回其华夏标准普尔500ETFQDI基金 这些举措旨在保护投资者并确保基金稳定运营 并减轻国内投资者疯狂追逐美股新高的潜在影响 中国可能需要更大的火箭筒 彭博社 据报道 中国政府已考虑动员2780亿美元 试图阻止股市暴跌 自2021年达到顶峰以来 股市暴跌已使市值蒸发了6万亿美元 然而 投资者怀疑仅靠这一举措是否足以稳定股市长期来看 对中国股市信心的丧失令人担忧 尤其是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绪 一些人认为 北京试图控制金融业的举措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政府没有勇气阻止金融危机 由于这些担忧 投资者正在印度等其他新兴市场寻找机会 印度股市市值刚刚首次超过香港 一些人认为 该国可以在未来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不过 建议谨慎行事 因为印度投资仍存在结构性障碍 而且考虑到该国的经济增长前景 股市估值可能不合理 随着国内市场的建立 中国收紧离岸投资基金的准入 金融时报 中国当局正在通过限制投资 离岸证券的资金来收紧对资本外流的限制 大约三分之一的投资外国证券的中国基金 已暂停或限制向散户投资者的销售 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保持稳定运营 海外定向基金在散户投资者中的流行 引发了对资本外流的担忧 促使监管机构采取行动 政府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计划 允许中国散户投资者投资外国股票和债券 投资者需求的增加 导致一些基金达到了配额 中国试图通过增加放贷和吸引外国投资者来阻止股市暴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在股市大幅下跌后 中国誓言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 并向国际投资者进一步开放金融业 中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表示 尽管短期面临挑战 但中国经济长期基本面稳定 前景看好 中国央行还表示将于2月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这将提供1万亿人民币1410亿美元的长期流动性 以支持经济增长 当股市崩盘时 中国求助于国家队 彭博社 预计中国政府将部署由国家相关机构组成的国家队 购买股票并稳定市场 因为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的价值 自2021年达到峰值以来 已蒸发了超过6万亿美元 政府的目标是 主要从中国国有企业的离岸账户 筹集约2亿元人民币和2780亿美元 设立稳定基金 通过香港与内地的交易通道 购买内地上市的股票 国家队此前曾在2015年股市崩盘期间部署 当时他购买了内地股票 并向资产管理公司注入流动性 尽管面临2023年的现实 德国企业仍将在未来两年增加对华融资 南华早报 中国德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尽管担心监管挑战和经济逆风 但由于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吸引力 大多数德国企业计划继续在中国投资 报告发现 54%的企业认为中国的投资吸引力正在下降 但同样比例的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增加投资 调查还显示 91%的企业计划继续在中国开展业务 然而 尽管环境收紧和经济复苏疲软 削弱了中国外国商界的信心 中国盈利将加深表现最差的股市的困境 彭博社 摩根士丹利表示 预计中国上市公司将在未来几周公布令人失望的业绩 这将是连续第十个季度未达到预期 Forsight Bar Asia表示 业绩不佳将压低估值 给银行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公司带来额外压力 在长期的房地产危机和通过紧缩迹象日益明显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正面临利润压力 今年房价和房地产相关支出的一系列指标都令人失望 中国脑鲁外长在北京会面 南华早报 中国和脑鲁已确定大史级官方关系 导致脑鲁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根据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 脑鲁将不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或官方往来 此举出台之际 中国继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 自2016年蔡英文总统当选并拒绝一个中国原则以来 台湾已经失去了10个盟友 OPPO手机获准返回德国 与诺基亚达成法律和解 彭博社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OPPO与诺基亚达成交叉许可协议 结束了长期的纠纷 该交易使OPPO能够在包括德国在内的主要欧洲市场 自由销售其设备 该协议涵盖5G和其他无线技术专利的许可 包括标准必要专利 该交易将有助于诺基亚的知识产权许可收入 并为其许可业务提供长期的财务稳定性 2021年OPPO智能手机出货量超过一亿部 成为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制造商 香港与沙特同意深化金融市场合作 南华早报 香港与沙特阿拉伯签署协议 加强金融市场之间的合作 此举正值香港寻求深化与中东的金融联系之际 该协议将重点促进跨境投资 分享金融科技和人才发展的最佳实践 通过市场活动 促进互联互通 以及加强两个地区之间的金融联盟 该协议是在香港第17届年度 亚洲金融论坛开幕式上签署的 中国正在太空测试16nm芯片 而美国宇航局则坚持250nm工艺 南华早报 中国天空空间站正在同时测试 100多个计算机处理器 其中20多个新型高性能芯片 已经通过测试 这些芯片比其他国家在太空中使用的芯片先进得多 此次测试有望快速提升技术水平 降低我国航天级芯片的研发成本 中国的太空野芯正在迅速增长 在轨进行大规模芯片测试 对中国至关重要 天空的测试规模远大于中国以往的卫星承载测试平台 桥水表示 中国股票抛售使得估值具有吸引力 彭博社 桥水基金最近告诉投资者 由于股市暴跌带来的估值有吸引力 该公司适度看好中国股票 该公司的中国私募基金管理部门还表示 其对债券适度看好 因为预计政策将保持宽松 利率将下降 然而 这些言论是在中国股市再次下跌之前发表的 在习近平主席公布其金融政策重点之前 桥水基金表现出谨慎态度 该政策强调党的控制和监管审查 而北京方面未能推出更强有力的货币政策支持 随着技术财源的继续 TikTok削减了60名销售和广告职位 彭博社 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已财源约60人 主要是在其销售和广告部门 此次财源影响了洛杉矶 纽约 奥斯汀和海外的职位 仅占该公司美国员工总数的不到1% 其他科技公司 包括Alphabet和Ebay 最近也进行了财源 尽管对其中国所有权 以及涉嫌与北京的联系进行审查 但TikTok仍在继续增长 并在美国拥有大量受众 2019年3月 该应用拥有1.5亿美国用户 成为首个产生100亿美元消费者支出的 非游戏移动应用 潜在的中国救助方案提振情绪 亚洲股市上涨 美国雅虎 由于对中国当局将为已跌至多年低点的股市 提供支持的乐观情绪 亚洲股市已开始上涨 MSCI日本以外最广泛的亚太股票指数 上涨0.27% 而中国蓝筹股指数下跌0.4% 仍接近5年低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 但自1月份以来已下跌8% 马云、蔡崇信取代软银成为阿里巴巴第一大股东 南华早报 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创始人马云、蔡崇信增持公司股份 成为公司两大股东 马云在2023年第四季度购买了价值约5000万美元的阿里巴巴股票 使他的持股比例超出了年底报道的4.3% 蔡崇信同期支付1.517亿美元 购买了195.7万股阿里巴巴股票 他们的疯狂收购表明他们对公司在最近的监管挑战和股价暴跌后扭转命运的能力充满信心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ubrief.com 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 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Lelofon Sea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卫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波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传奇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鬼火森林的迷雾舞者 墨西哥的夜光之谜 二 海盗船长的幽灵罗盘 加勒比的寻宝冒险 三 天空城堡的隐形门飞 西班牙的云端逆境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鬼火森林的迷雾舞者 墨西哥的夜光之谜 各位亲爱的学者 探险家 以及好奇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探探一个 既神秘又让人着迷的自然现象 墨西哥鬼火森林中的迷雾舞者 也就是那些在夜晚中闪烁的夜光之谜 首先 让我们来设定一个场景 想象一下 你在墨西哥的一片古老森林中徘徊 夜幕低垂 四周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 突然间 你看到了一些奇异的光点 在空中飘忽不定 它们像是一群无形的舞者 在迷雾中翩翩起舞 这些光点就是人们口中的鬼火 或者在科学界中 被称为灵光或生物 发光的现象 这些神秘的光点 其实是由一些特殊的生物产生的光 在这里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种 叫做发光菌的微生物 它们可以在潮湿的环境中产生光 当这些微生物附着在树木 叶片 甚至腐烂的木材上时 它们就会在夜晚发出悠悠的光芒 创造出一个如梦似幻的世界 但是 这些迷雾舞者并不是总是 那么好心的 只是为了给我们提供一场光影秀 哦不 它们有时候 还会引诱昆虫等小动物前来 然后 嗯 让我们说 这些小动物就成了它们的晚餐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发光菌 能够在社交场合中发光 那么它们可能会是最佳的派对伴侣 想要在派对中脱颖而出 不需要闪亮的服装 只需要一些发光菌 就可以让你成为全场焦点 当然 这可能会引来一些不纳摩 受欢迎的昆虫朋友 但这正是生物发光的魅力所在 它总是能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总之 墨西哥的鬼火森林 和它们的迷雾舞者 是大自然中一个奇妙的秘密 它们提醒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 也总有一丝光芒 在等待被发现 而这些自然界的小小灯光工程师 无疑是大自然中 最会开派对的生物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盗船长的幽灵罗盘 加勒比的寻宝冒险 各位勇敢的冒险家 历史爱好者 以及寻宝梦想家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让人 既兴奋又毛骨悚然的话题 海盗船长的幽灵罗盘 加勒比的寻宝冒险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点 海盗的生活并不像电影 加勒比海盗中那样浪漫 实际上 海盗的日常充满了坏牙齿 坏饮食 还有坏气候 但是 这并不妨碍我们 想说一个好故事 对吧 传说在加勒比海域 有一位名叫杰克 幽灵手的船长 他拥有一个神秘的罗盘 这个罗盘不知北 而是指向船长最渴望的东西 当然 这位船长最渴望的 不是无限的狼母九 或是一个好牙医 而是传说中的埋藏宝藏 这个罗盘带领船长 和他的船员们穿越风暴 回避皇家海军 甚至是逃脱 其他海盗的追捕 他们在加勒比海的 无数小岛上挖掘 寻找那些被遗忘的宝藏 从黄金银壁到闪闪发光的宝石 甚至是那些 只存在于船 说中的魔法物品 但是 这位船长和他的罗盘 似乎有一个小问题 每当他们接近宝藏时 罗盘就会开始疯狂旋转 导致他们永远无法 真正找到宝藏 有人说这是因为船长的 贪婪心太重 连罗盘都受不了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宝藏 本身就带有诅咒 他不想被找到 不管怎样 这位船长的故事 成了加勒比海上的一个传奇 每个寻宝者都梦想着 找到那个幽灵罗盘 并且成功地找到 那些埋藏的宝藏 当然 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罗盘 我建议 他们最好先找一个好牙医 因为在海盗的世界里 牙痛可比找不到宝藏痛苦多了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有人说 他们找到了海盗船长的幽灵罗盘 记得要带上一点怀疑的眼光 还有一瓶狼舞酒 因为不管结果如何 至少你还能享受一杯好酒 而且 谁知道呢 也许这次罗盘 真的会指像那些闪闪发光的宝藏 而不是又一次的野鹅追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天空城堡的隐形门飞 西班牙的云端秘境 各位亲爱的学者 探险家 以及梦想中的天空城堡居民 今天我们要来探探一个 令人神往的主题 天空城堡的隐形门飞 西班牙的云端秘境 这个话题听起来 就像是从某本尘峰的古籍 或是失落的地图中 才能发现的秘密 但别担心 我们不需要魔法咒语 也不用攀越 险峻的山峰 就能一探究竟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点 这里所说的天空城堡 并非真的悬浮在云端之上 而是指那些 位于西班牙高山或悬崖上 如同隐藏在天空中的 古老城堡和村落 这些地方因为地势险峻 常常被云雾环绕 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庞扶随时会消失在云海之中 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 是位于西班牙北部的加兹特鲁格 Gastilukatse 这是一个连接小岛和大陆的石桥 上面有一座古老的小教堂 当海误寥绕时 这座桥和教堂 就像是漂浮在空中的秘密通道 通往一个只有天使和勇敢的灵魂 才能到达的地方 再来是罗卡多布拉多 Ronda 这个城市见到在深达100米的峡谷之上 当地的新桥 Ponte Nuevo 横跨峡谷 连接城市的两部分 在特定的时间 当云雾从峡谷中升起 整个桥梁似乎悬浮在空中 让人不禁怀疑是否有隐形的力量 在支撑住它 当然 这些地方的隐形门飞并不是真的看不现 而是指 它们的隐蔽之处和神秘氛围 这些城堡和村落的存在 往往与历史上的战略防御有关 它们位于高处 不仅视野开阔 而且在古代 这样的位置 可以让居民在敌人来袭时 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 现在 这些地方成为了旅游圣地 吸引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它们不再需要担心敌军的侵袭 而是可以在这些古老的石墙间 寻找历史的痕迹 或是在云雾缭绕的景色中 寻找那份只属于天空城堡的宁静与神秘 所以 下次当你计划一场西班牙之旅 不妨将这些云端秘境列入行程 谁知道呢 也许在那里 你会找到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隐形门飞 或者至少 能在Instagram上获得一张令人羡慕的照片 不过 记得 穿着舒适的鞋子 因为攀登到天空城堡 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即使它们看起来像是漂浮在云端一样轻盈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了三个令人着迷的主题 墨西哥的鬼火森林 海盗船长的幽灵罗盘 和西班牙的天空城堡 这些故事和地方都充满了神秘和奇幻的元素 让我们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奥秘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墨西哥的鬼火森林中 我们见识到了生物发光的魅力 和微生物的神奇能力 这些微生物不仅创造出迷人的夜光景观 还为森林生态系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互动方式 它们的光芒不仅吸引昆虫等小动物 也吸引了我们这些好奇的探险家 而在海盗船长的幽灵罗盘中 我们感受到了寻宝冒险的刺激和不确定性 虽然这个故事中的宝藏只存在于传说中 但它仍然唤起了我们对冒险和梦想的渴望 也许我们不需要真正的幽灵罗盘才能找到宝藏 只要保持好奇心和勇气 就能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 最后西班牙的天空城堡 带给我们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仿佛我们置身于云端之上 这些古老的城堡和村落 不仅是区域的历史见证 也是人们对美丽和自由的追求 在这些地方 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人类的智慧 同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和奇遇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你对于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于墨西哥的鬼火森林 海盗船长的幽灵罗盘 和西班牙的天空城堡 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故事要分享吗 我们期待着与你们的互动和讨论 现在就来发表你们的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1980年代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演讲课的即兴话剧 舞台上的快闪 二 电子手表的时光竞赛 万间的科技梦 三 学生会的地下乐队 吉他下的青春叛逆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演讲课的即兴话剧 舞台上的快闪 各位亲爱的听众 学生 同僚 以及偶然迷路闯进这个演讲厅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演讲课的即兴话剧 舞台上的快闪 这个话题 就像是在一个安静的图书馆里 突然有人放鞭炮一样 让人措手不及 又充满了惊喜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 什么是快闪 快闪 或者说flash mob 原本是指一群人突然在公共场合集合 进行一个预先排练的表演 然后迅速散去 这种行为艺术最早起源于2003年 当时纽约一位名叫Bill Vasek的编辑 想要探索群众行为 于是发起了第一次快闪活动 从那以后 快闪就像是病毒一样 传遍了全球 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现象 那么 当这种快闪文化 遇上了演讲课的极星话剧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想象一下 你正在上一堂严肃的演讲课 教授正在谈论诸古希腊修辞学的精髓 突然间 一位学生站起来 开始用古希腊式的夸张肢体语言表达 对于修辞学的热爱 接着 另一位学生也站起来 开始用悲剧式的语调 回应第一位学生 在教授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整个教室就变成了一个 极星话剧的舞台 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加入这场表演 这种教室里的快闪极星话剧 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它其实是一种 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 它能构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鼓励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中 运用所学知识 并且提高他们的沟通能力 和团队合作精神 当然 对于那些不喜欢 突然被拉上舞台的学生来说 这可能是一场噩梦 但对于喜欢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学生来说 这无疑是一次 展翅高飞的机会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 这种极星话剧的快闪 也是对教授的一种考验 毕竟 当你的课堂 突然变成了一场戏剧表演 你需要有足够的幽默感 和应变能力来应对这种情况 所以 亲爱的同僚们 如果下次你在上课时 学生们突然开始了一场 快闪极星话剧 记得 这是一个教学的黄金机会 也是检验你教学技巧的时刻 放松 享受这场表演 并且随机应变 谁知道呢 也许你会发现 自己的内心戏比你想象的 还要丰富呢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在今天的演讲中 找到了一些启发 也许下次 我们可以一起来一场教授板块闪 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电子手表的时光竞赛 万间的科技梦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 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电子手表 这个小小的万间装置 不仅见证了时间的流逝 更是科技进步的缩影 那么 就让我们一起穿梭时空 探索这场万间的科技梦 首先 让我们回到1970年代 当时的电子手表 还是个稚嫩的新生 它们的出现 就像是穿着迷你裙的时尚女郎 突然闯入了一个穿着长袍的古典音乐会 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些手表不再需要情纵机构 不再需要每天上弦 它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精准度告诉我们 现在是下午3点14分15秒 而不是大约3点15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电子手表开始从一个单纯显示时间的工具 变成了一个个小型的个人助理 它们不仅可以提醒你会议时间 还能跟踪你的心率 甚至告诉你该喝水了 这就像是有一个微型的妈妈 时时刻刻吸在你的手腕上 关心你的一举一动 到了21世纪 智能手表的出现 更是让这场万间的科技 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些手表不仅能做到前面提到的所有事情 它们还能让你接打电话 收发信息 甚至在你迷路时告诉你怎么走 这简直就是把一台小型电脑榜在了手上 而且还能随时看到时间多么方便 当然 这场时光竞赛也带来了一些有趣的副作用 比如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永远不会体会到 为了省电池而把手表的背光按钮 按得飞快的那种紧张感 或者是 当你在一个重要会议中 你的手表突然决定现在是个好时 即代提醒你站起来走动一下 那种尴尬的感觉 总之 电子手表的发展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它们不仅改变了我们看待时间的方式 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最初的LED显示到现在的触控屏幕 从仅仅显示时间到成为个人健康管理的专家 电子手表的时光竞赛仍在继续 而我们 作为这场竞赛的观众 只能希望自己的手腕能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不过 别忘了偶尔抬头看看窗外的世界 毕竟 不是所有美好的时刻都能在手表上显示出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学生会的地下乐队 吉他下的青春叛逆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学生会的地下乐队 或者更具体地说 那些在学生会办公室地下室里 用吉他弹套出青春叛逆旋律的年轻人 首先 我们的承认 学生会办公室的地下室 通常不是最理想的音乐厅 它可能潮湿 昏暗 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一股不明来历的怪味 但正是这样的环境 孕育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 让那些带着叛逆精神的学生们 找到了一个表达自己的场所 这些地下乐队 他们的成员通常由那些 在课堂上看起来文文静静 乖乖守规矩的学生组成 但一旦他们拿起吉他 插上电源 那种内心深处的热情和不满 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通过每一个音符 每一句歌词清晰而出 他们的歌曲可能谈论住爱情 梦想 抗议社会不公 或者只是对于学校食堂的午餐菜单 表示强烈的不满 这些歌曲的歌词 往往充满了隐喻和双关语 让人在轻松的旋律中 领略到一丝丝的机智与幽默 有趣的是 这些地下乐队的成员 在白天可能是学生会的模范成员 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种正式活动 但到了夜晚 他们就变成了音乐的叛逆者 用吉他和鼓点 来表达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 当然 这些乐队的表演 往往是秘密进行的 观众多半是透过口耳相传得知 这种神秘感 反而增加了他们的魅力 使得每一次演出 都像是一场地下文化的盛宴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这些地下乐队的存在 其实也是一种教育 他们教会了学生们 如何用创造型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 如何在规则与自由之间找到平衡 以及如何在生活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从学生会办公式地下传来的吉他声 不妨停下脚步 细细聆听 那些青春叛逆的旋律 也许你会在其中找到一些 关于成长 关于梦想的答案 只是别忘了 不要太大声地讨论 毕竟 我们不想让学校的保安叔叔 太早发现这个小小的秘密基地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寝室门口的情书交换站 爱意中的邮差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探探一个 古老而又浪漫的传统 寝室门口的情书交换站 也就是在爱河中游泳的邮差们的故事 在智慧手机和及时通讯 还未普及的年代 情书是表达爱意的重要媒介 想象一下 当时的恋人们在寝室门口交换 注用精美信纸书写 香水喷洒 心情坠满的情书 这不仅是一种沟通 更是一种艺术 一种情感的传递 这些情书交换站 实际上就是每个人的寝室门口 恋人们会在深夜偷偷摸摸地 将情书滑进对方的门缝下 或者巧妙地架在门框上 这种行为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技巧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会不会在执行游递任务时 被捉个正主 当然 这种情书交换也有它的风险 比如说 如果你不小心把情书放错了门口 那么你的爱意可能就会舞 送到校园里的另一位无辜者手中 这种情况下 你不仅失去了一次表白的机会 还可能引起一场无望志在的三角恋 而且 别忘了那些好奇的室友 和偶尔路过的闲人 他们对于这些情书的内容 有助无穷的好奇心 这就要求恋人们在书写情书时 既要表达出满腔的热情 又要有所保留 以防被不相干的人事窥见 在这个过程中 最有趣的莫过于那些自告奋勇 充当爱意中的邮差的朋友 他们或许 因为自己的爱情经历丰富 或许 只是出于对朋友的支持 不惜 冒着被误解和捉弄的风险 帮助恋人们传递这些满载深情的信件 这些爱意中的邮差有时候还会发挥创意 比如伪装成夜间的清洁工 或者利用葛中障碍物 来掩护自己的行踪 他们的行动犹如特工般神秘 而他们的成功交付 则为恋情的发展增添了不少助力 总之 寝室门口的情书交换站 不仅是一个爱情传递的场所 更是一个考验勇气 智慧和友情的舞台 在这里 每一封情书都承载住深深的爱意 而每一位爱意中的邮差 都是这场爱情游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哦 浪漫的年代啊 你们的情书和邮差 都已成为我们珍贵的回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计算机房的城市对决 代码中的头脑风暴 各位同学 同人 以及各位对于代码世界充满好奇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计算机房的城市对决 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代码中的头脑风暴 首先 让我们来设定一个场景 想象一下 你走进了一间 充满了电子设备温温盛的房间 里面坐满了各式各样的人 有的敲击键盘如同弹奏钢琴般迅速 有的择眉头紧锁 盯住荧幕上的代码 如同在解读古埃及象星文字 这就是计算机房 一个现代巫师们施展魔法的地方 在这里 城市对决不是以肌肉和汗水 而是以智慧和创意来决胜负 每一型代码都像是一个魔咒 只要错一个符号 可能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比如让计算机永远进入一个 无法逃脱的回圈 或者更糟 让计算机房的空调系统停摆 导致所有人都在热气蒸腾中 继续他们的代码冒险 这场对决中有几种角色 一 新手冒险者 他们刚刚踏入这个世界 对于每一个函数和变数都充满好奇 他们的代码可能不是最优雅 但他们的热情和勇气值得赞扬 二 资深巫师 这些是经验丰富的开发者 他们的代码简洁而高效 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复杂的问题 当他们敲下最后一个分号时 就像是完成了一个强大的咒语 三 算法启示 他们专精于算法和数据结构 能够在资料的海洋中找到最快的路径 他们的代码就像是精心设计的迷宫 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够找到出口 四 真错 侦探 当代码出现问题时 他们就会出现 他们的眼睛能够看到那些 隐藏在代码深处的错误 他们的耐心和坚持是寻找bug的最佳武器 在这场对决中 每个人都在寻找胜利的那一刻 无论是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 或是优化代码 以达到前所未有的效率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但是充满了智慧的火花 当然 这场对决也不乏幽默的时刻 比如当你发现你的代码一直不工作 原来只是因为忘记了一个分号 或者当你的城市终于运行成功 却发现它只是在屏幕上 无限输出Hello World 最后 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 每一次的城市对决 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学会了 如何写出更好的代码 更重要的是学会了 如何思考 如何解决问题 以及如何在这个游灵合一构成的奇妙世界中 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 所以 各位勇士们 当你们下次进入计算机房 准备好你们的键盘和智慧 让我们在代码的世界中 展开一场精彩的头脑风暴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图书馆的诗词接龙 古籍中的文字游戏 好吧 各位书香门第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个古老而又风趣的话题 图书馆的诗词接龙 这可不是你们平时在图书馆 偷偷摸摸玩手机的那种游戏 而是一种古人智慧与财情的碰撞 一种文人末课间的文字游戏 在古代 文人雅士们聚在一起 除了喝茶 赏花 对酒当歌 还有一项非常受欢迎的活动 那就是诗词接龙 这可不是小儿科 这是考验你的文学底蕴 记忆力和机制的时刻 想象一下 在烛光摇曳的书房中 一群文人雅士围坐 一人迎出一句诗 下一位就要接着这句诗的异景 或是韵脚 继续创作下去 这不仅仅是一场诗歌的接力赛 更是一场智力与才华的较量 比如 一位文人迎出了杜甫的名句 朱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骨 下一位文人 可能就要接上一句 与之相呼应的诗句 比如王维的 富贵妃我愿 稀以财可乐 这样的接龙 既要求对古诗词有助深厚的积累 也要求极星创作的能力 当然 这种游戏有时候 也会变得非常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有人突然接了一句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人山 而下一位文人 却接上一句 家家酒糟鼠偷吃 哪管什么风和乐 这种天马行空的跳跃 或许会让整个书房 都爆发出一阵哄笑 在这种游戏中 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 意想不到的惊喜 比如 一位文人可能会突然接上一句 自己创作的家具 让所有人为之惊艳 这就像是在图书馆里 你无意中翻到一本古籍的某页 发现了前人留下的批注或诗句 那重金喜与喜悦 是无法言喻的 总之 图书馆的诗词接龙 是一种古籍中的文字游戏 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更是一种文化传承 它让我们看到了 古人的智慧与幽默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诗词的魅力 所以 下次当你走进图书馆 不妨也试试这种古老的游戏 说不定 你也能成为一位诗词接龙的高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学院电台的校园新闻 话筒后的校园风云 各位亲爱的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 在学院电台中 话筒后的校园风云 这些故事 有的可能比你们 在校园里见到的戏剧 还要精彩哦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 学院电台的主角们 那些热情洋溢的DJ们 他们通常是学校中的风云人物 有的是满脑子创意的文学系学生 有的则是口落悬河的辩论队队长 甚至还有那些 在实验室里默默无闻的科学怪才 他们在话筒前是校园的声音 但在话筒后 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剧场 比如说 那位总是在节目中 冷静分析时事的政治学专家 话筒后 可能正和另一位DJ争论住谁的 咖啡品牌最正宗 或者那位在节目中 谈论爱情和关系的心理学专家 话筒后 可能正为自己的爱情生活感到头疼 而且别以为学院电台的节目 都是事先策划好的 有时候 那些看似平静的节目背后 其实是一场临时应变的大戏 比如DJ突然发现 自己的节目资料不见了 或者来宾在最后一刻取消了 这时候 他们的极星发挥 这可比任何极星喜剧都要刺激 还有 你们知道学院电台的爱情故事吗 有些DJ在节目中 互相配合的天衣无缝 听众们都以为 他们是校园里的金童玉女 但话筒关掉后 他们可能连朋友都不是 甚至是竞争对手呢 当然 也有那些在节目合作中 擦出爱情火化的甜蜜例子 他们的故事 经常成为校园里流传的佳话 最后 别忘了那些在节目后期制作中 默默付出的技术人员 他们在调音台后面调整每一个音频 确保节目地完美呈现 有时候 他们还得应对那些 突如其来的技术故障 这可比解决任何数学难题都要紧张 总之 学院电台不仅是校园里的声音 它背后的故事和人物 也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下次当你们听到那熟悉的电台声音时 不妨想想话筒后的那些小秘密 也许会让你对这些声音背后的人 有更深的理解和欣赏 哦 对了 别忘了调频 因为学院电台的下一个节目 可能就是另一段校园风云的开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教室后排的漫画交换 课本里的秘密通道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古老的学术传统 一个在教室后排默默上演的文化现象 那就是教室后排的漫画交换 这个活动 可不仅仅是学生们偷懒的方式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学案例 一个课本里的秘密通道 通往青春的另一段 首先 我们的承认 教室后排的学生们往往是那些对于传统教育方式 有所保留的思想家 他们选择的座位 不仅仅是为了避开老师的视线 更是为了创造一个自由交流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 漫画不仅是娱乐 它们是知识的载体 是反叛的象征 是友谊的纽带 想象一下 当老师在讲台上 谈论朱历史上的大事件时 后排的学生们可能正在通过 龙珠 李悟空的冒险 学习到什么是毅力和不屈不挠 或者 当数学课变的乏味时 他们可能正透过 名侦探柯南的谜题来 磨练自己的逻辑思维 这些漫画交换的行为 实际上是一种隐性教育 一众对于传统学习模式的补充 当然 这种行为并不总是被老师所接受 有时候 当一本漫画从书堆中掉落 或者在交换过程中被老师发现 这个秘密通道就会暂时被封闭 这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后排的学生们会迅速变成一群优秀的演员 他们会假装专注地看住课本 或者用无辜的眼神与老师对视 彷复在说 漫画 什么漫画 老师 我们只是在认真学习而已 这些小插曲 其实也是学生生活中的调味剂 他们为学生们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压力的方式 也让他们学会了 如何在规则的边缘上巧妙的舞蹈 这种在课堂上的小反叛 有时候也能激发学生们对于知识的渴望 毕竟 谁不喜欢一点点冒险呢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教室后排的学生偷偷教幻漫画时 不妨微笑一下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在逃避学习 他们可能正在通过自己的方式 探索这个世界 学习生活的真谛 当然 这不是说我们应该鼓励这种行为 但有时候 理解和包容比简单的禁止更能启发心灵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学生宿舍的夜间广播剧 黑暗中的声音剧场 各位亲爱的学子们 今晚我们将一同探索一个 在学生宿舍中极为特殊的文化现象 夜间广播剧 也就是我们的黑暗中的声音剧场 这是一个在视觉被夜色吞噬后 听觉成为主宰感官的神秘时刻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声音剧场的起源 在古代 当夜幕降临 人们围坐在篝火旁 长者会开始讲述神话故事 或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 这种口头传说的形式 可以说是最早的声音剧场 而在现代 这种形式被转化成了广播剧 尤其是在学生宿舍 这种充满年轻活力与创意的地方 它被重新赋予了生命 想象一下 深夜里 当大多数学生都已经关上了灯 准备进入梦乡时 宿舍的广播 开始了它的表演 这时 你只能依靠你的耳朵 去捕捉那些缥缈的声音 你的大脑开始激发想象力 绘制出一幅幅画面 这种经验 无疑是对于现代学生来说 一种独特的视听盛宴 而这些广播剧的内容 哦 它们可是多种多样 从恐怖故事到侦探推理 从科幻冒险到浪漫爱情 每一个故事 都是由学生们自己编写 自己演出的 这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更是以重创造力 和团队合作的展现 有趣的是 这些广播剧 有时候还会引发一些小插曲 比如 某个宿舍的学生 在半夜惊恐地 跑到宿馆阿姨那里 报告说 她听到了鬼叫声 结果发现 那不过是隔壁宿舍 正在进行恐怖广播剧的录制 或者是在播放浪漫剧情时 某位学生被剧中的 情话感动得泪流满面 第二天 就向暗恋已久的同学表白了 总之 黑暗中的声音剧场 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 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反映了当代学生群体的创造力 幽默感 以及对于艺术的热爱 在这个数码时代 当我们被屏幕所包围 这种回归最原始的 听觉享受的活动 无疑是一种对于 现代生活的美妙调剂 相信大家在学生时代 都有过一些特别的回忆 而这些回忆中 或许有些是我们认为 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却成为我们一生中 难以忘怀的经历 这些故事 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也塑造了我们的人格 今天 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 在校园里发生的特殊场景 从演讲课的即兴话剧 到学生寝室门口的情书交换 从学院电台的校园新闻 到图书馆的诗词接龙 再到教室后排的漫画交换 和学生宿舍的夜间广播剧 每一个场景 都是校园里的一个故事 一个充满创意和热情的故事 我们在这些场景中 看到了学生们的智慧 创造力和勇气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 追求自己的梦想 并且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热情 这些场景也展现了 教育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教室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场所 更是学生们学习和成长的舞台 在这里 我们见证了学生们的努力和创造力 也看到了教师们的智慧和激情 我们相信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和见解 而这些故事和见解的碰撞 才是学习和成长的最大动力 最后 我想问问各位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场景 有什么样的回忆或观点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分享你们的故事和见解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充满创意和热情的 六度世界中 共同成长和进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光影流转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功夫 青蛙宫的秘密训练 二 大话西游 紫霞仙子的飘逸长发 三 唐伯虎点秋香 秋香的飞天扇子 耐磨 小六子 可以先等我们说说功夫 青蛙宫的秘密训练 功夫是一部2004年由周星驰 Steven Chow主演和导演的香港动作喜剧电影 以其独特的幽默风格和对传统武侠片的戏法而闻名 在这部电影中 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武功 青蛙宫 这个功夫的秘密训练过程 既神秘又充满了周星驰式的幽默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青蛙宫的武学理论 在传统武术中 模仿动物的动作和特性 是一个常见的训练方法 比如 蛇行拳 鹤拳 虎拳等 青蛙宫则是一个虚构的武术流派 他的训练理念 是模仿青蛙的跳跃能力和身体的灵活性 在电影中 这种功夫被描绘成可以让练习者 轻易地在墙壁上跳跃 甚至能够在水面上行走 显示出超乎寻常的轻功 现在 让我们来揭开青蛙宫秘密训练的面纱 首先 你需要找到一位不仅精通武术 而且还有幽默感的师傅 毕竟 模仿青蛙的跳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需要一个 能够在你跳的像只蹦蹦跳跳的 青蛙时还能保持严肃的人 接下来 你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非常不寻常的训练 比如在连夜上练习战力 以增强你的平衡能力和腿部力量 当然 这些连夜 可能是由你的师兄师姐们手持的绿色电子代替 因为真正的连夜可不会承受成人的体重 此外 你可能还需要学习 如何精确地控制你的肌肉 以便在空中做出青蛙般的姿势 这可能包括一些看起来相当滑稽的练习 比如在地上滚来滚去 或者模仿青蛙的鸣叫声 以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 最后 当你的师傅认为你已经准备好了 你将进行最终的试炼 在一个充满了假山假水的训练场中 展示你的青蛙功 这时 你将需要跳过格中障碍 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 甚至可能需要在一群真正的青蛙中穿梭 以证明你已经完全掌握了这门神秘的武功 当然 这一切都是电影中的幻想 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所谓的青蛙功 但是 周星驰的功夫 通过这种荒谬而又引人入胜的训练过程 不仅向观众展示了一种创意无限的武术世界 也让人们在笑声中 体会到武术的奥妙和电影艺术的魅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话西游》 紫霞仙子的飘逸长发 《大话西游》是一部由周星驰主演的经典电影 他以其独特的幽默风格和对传统故事的创新解读 而深受观众喜爱 在这部电影中 紫霞仙子是一个关键角色 由朱英扮演 他的飘逸长发成为了他标志性的形象之一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紫霞仙子的长发不仅仅是一头头发 它是他神秘魅力的一部分 是他仙气飘飘形象的延伸 在中国古典文化中 女性的长发 常常被视为美丽和女性魅力的象征 紫霞仙子的长发随风飘逸 仿佛有着魔力 能够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至尊宝 周星驰饰演的孙悟空的化身 那星 在电影中 紫霞仙子的长发不仅是他美丽的装饰 更是他情感的载体 当他忧郁时 他的长发似乎也跟着低垂 而当他快乐或是战斗时 他的长发则像是有了生命一般 随着他的动作翩翩起舞 这样的形象设计 无意增加了角色的戏剧性和视觉冲击力 有趣的是 紫霞仙子的长发在电影中 还有着不可思议的功能 比如在电影的某些场景中 他的长发似乎能够自主行动 帮助他捡起掉落的紫青宝剑 甚至在与敌人战斗时成为他的秘密武器 这些幽默的元素 让紫霞仙子的长发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 更是他个性和能力的一部分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紫霞仙子的长发在电影中 也是一种情感的象征 在电影的高潮部分 当至尊宝终于认出紫霞 并剪下他的一缕长发作为纪念时 那一幕不仅仅是对紫霞美丽的缅怀 更是对他们爱情的永恒承诺 这一缕长发 就像是他们之间纯洁爱情的见证 即使在剧烈的情感冲突和喜剧元素中 也显得格外动人 总之 紫霞仙子的飘逸长发 不仅是他美丽的标志 也是他力量 情感和爱情的象征 在《大话西游》 这部电影中 他以一种轻松幽默而又深寒意义的方式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难忘的角色形象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唐伯虎点秋香》 《秋香的飞天扇子》 《唐伯虎点秋香》 是一部以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和他的谬思 《秋香的爱情故事》为背景的喜剧电影 这部电影不仅以其幽默诽谐的 对白河情节著称 还因为其中的一些荒诞不惊的元素 而被观众津津乐道 其中 《秋香的飞天扇子》便是一个颇具喜感的创意 在电影中 《秋香拥有一把神奇的扇子》 这把扇子不仅是他的时尚配饰 更是他的私人飞行器 在一次与唐伯虎的邂逅中 《秋香》展开扇子 轻盈地飞了起来 这一幕不仅令唐伯虎目瞪口呆 也让观众捧腹大笑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情节显然是对历史的一种幽默夸张 在明代 扇子是文人雅士常用的物品 它们通常用于扇风 遮阳或是作为一种艺术品 进行赏玩和书画创作 然而 电影中的《飞天扇子》 则赋予了这一文化符号 以超现实的魔幻色彩 将其变成了一种奇妙的交通工具 这个扇子的设定 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神话中 《飞天》概念的一种现代演绎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 仙人往往有成云驾雾 飞天遁地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 通常是通过某种法器 或者仙术来实现的 电影通过这个扇子 巧妙地将这种神话元素 融入到了剧情之中 既增添了幽默感 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逃离现实 进入一个奇幻世界的体验 从文化角度来讲 这个《飞天扇子》也反映了 人们对于自由与超脱束缚的向往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 人们常常渴望能够像秋香一样 拥有一种超越现实限制的能力 即使是短暂的 在电影中的幻想 也足以带来一丝心灵的慰藉 总之 《秋香的飞天扇子》是 唐伯虎点秋香中 一个充满创意和幽默感的元素 它不仅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欢乐 也让我们得以一窥 中国古代文化与神话的现代演绎 以及人们对于自由飞翔的永恒憧憬 总结来说 《功夫》 《大话西游》和《唐伯虎点秋香》 这些电影中的幽默元素和创意设定 不仅带给观众无穷的笑声 也让我们深入了解了 武术、古典文化和神话的魅力 这些电影通过荒谬和夸张的手法 让观众感受到了武术的奥妙 爱情的浪漫和人们对自由和超越现实的向往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介绍了《功夫》中的青蛙宫 《大话西游》中的紫霞仙子的长发 和《唐伯虎点秋香》中的秋香的飞天扇子 这些元素不仅是剧情中的机智点睛之笔 更是对中国武术、古典文化和神话的一种创新诠释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电影中的幽默元素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他们如何为电影增添了趣味和魅力 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幽默电影 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超人嘱咐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家庭晚餐 餐桌布置的艺术 二、卫生间奇妙空间 马桶上方的收纳术 三客厅小改造 就灯照的新生命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家庭晚餐 餐桌布置的艺术 当然 家庭晚餐 这个古老而又日常的仪式 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它是一门艺术 一种文化 甚至是一种家庭内的外交手段 让我们一起探索 餐桌布置的艺术 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的味蕾和心灵 首先 我们得承认 餐桌布置是一种表达 它可以传达节日的喜悦 庆祝的气氛 或者是周末悠闲的心情 你可以通过餐巾的折法告诉家人 今天我特别努力了 或者通过将餐具随意摆放来传达 今天我累得连叉子都不想举了 在古代 餐桌布置是一种展示财富和地位的方式 如果你的餐桌上摆满了金银器皿 那么恭喜你 你可能就是当地的土豪 而今天 一个精心布置的餐桌 可能意味着 你在Instagram上有很多粉丝 但是 餐桌布置的艺术 并不仅仅是为了好看 它还有其深层的心理学意义 比如 圆桌象征着平等和团结 让每个人都能轻松地交谈 而长桌则可能 让坐在两端的人感到孤立 所以 如果你想让那个 不爱说话的叔叔参与进来 你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桌型的选择 颜色也是餐桌布置中的重要元素 红色可以刺激食欲 蓝色可能让人食欲减退 所以 如果你的目标 是让家人吃得少一点 那么 你可能想要考虑一下 那套蓝色的餐巾 而且 别忘了餐桌上的小装饰 一束鲜花可以提升气氛 一盘一束摆放的水果 可以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 如果你的装饰品太过分了 比如一个喷泉中心装饰 那么你的家人 可能会更关注喷泉 而不是你的烹饪技巧 最后 我们来谈谈那些特殊的餐桌布置 比如 感恩节的餐桌上 总会有一个火鸡形状的黄油雕塑 或者圣诞节的餐桌上 会有一个由圣诞树枝和蜡烛组成的中心装饰 这些传统的元素 不仅仅是装饰 它们是家庭记忆的一部分 是我们共同文化的象征 所以 下次当你布置餐桌时 记得 你不仅仅是在摆放餐具和餐巾 你是在创造艺术 你是在编织家庭的故事 你是在塑造一个晚餐的氛围 这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种爱的表达 祝你的下一次家庭晚餐 既美味又美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卫生间奇妙空间 马桶上方的收纳数 各位同仁 学者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卫生间 更精确地说 是马桶上方的那片神秘而又充满无限可能的空间 这个空间 虽小 却如同古代炼金术式的实验室 充满了变化和创造的魔力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在古代 人们对于卫生间的概念非常简单 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卫生间 然而 随着文明的发展 人们开始追求更为私密和卫生的解决方案 从古罗马的公共澡堂 到中世纪的简易木桶 再到现代的精致瓷器马桶 卫生间的演变可谓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缩影 而在这个进程中 马桶上方的空间也逐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空白区域 而是成为了一个充满智慧和创意的手拿空间 这里可以放置各种各样的物品 从卫生纸、清洁剂到阅读材料 甚至是滤纸和装饰品 都可以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找到它们的一席之地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空间的奇妙之处 首先 它是一个极其节省空间的解决方案 在狭小的卫生间中 每一寸空间都是宝贵的 马桶上方的墙面 如果被巧妙地利用起来 可以大大增加存储空间 同时也让卫生间看起来更为整洁 其次 这个空间的设计和利用也反映了主人的个性和品位 有的人喜欢将它打造成一个小型图书馆 放置一些轻松的读物 让上厕所的时间也变得充实而愉快 有的人则喜欢在这里摆放香薰蜡烛或者小盆栽 创造一个放松身心的氛围 当然 这个空间也不是没有挑战 比如 如何防止物品因湿气而受损 如何确保放置的物品不会在不经意间掉落 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 这些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最后 我想说的是 马桶上方的收纳术 其实就像是一门艺术 它需要创意 需要细心 更需要对空间的深刻理解 每一个成功的马桶上方收纳设计 都是对主人智慧的一次展示 也是对生活美学的一次追求 所以 下次当你走进卫生间 不妨多留意一下那个被我们忽视已久的小空间 也许 就在那里 你会发现生活中的一点点乐趣和惊喜 毕竟 正如古人所说 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往往隐藏着最大的智慧 当然 这句话可能是我先编的 但听起来很有道理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客厅小改造 就灯罩的新生命 各位亲爱的居家装潢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家居中 常被忽略的角色 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灯罩 是的 你莫听错 就是那个挂在客厅里 每天默默发光 确鲜少获得赞美的家伙 但别小看了他 一个小小的改造 就能让这位老朋友焕发新生 成为客厅中的时尚焦点 首先 让我们来点历史背景 灯罩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埃及时期 当时的人们用石头和布料来遮挡火光 以创造柔和的照明效果 经过几千年的眼镜 灯罩的材质和设计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其核心目的改善照明质量和装饰空间 确实终不变 现在 让我们回到现代 看看如何给那些被时光遗忘的灯罩注入新活力 首先 你可以考虑重新涂色 一罐油漆可能就是你的灯罩需要的全部唇药 选择一种大胆的颜色 比如热情的红色或深邃的蓝色 让你的灯罩在客厅中脱颖而出 当然 如果你是各副国外豪者 那么一些仿骨的金属漆 或是铜绿效果的油漆 也能让你的灯罩散发出一种古典的魅力 如果你对兔鸦有一定的自信 那么为是魔不在灯罩上展示一下你的艺术天赋呢 一个个手绘的图案 或许能让你的灯罩成为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当然 如果你的画迹和我一样 只能画出认得出来的猫和狗 那么也需考虑一些简单的几何图案会更安全一些 除了上色 你还可以添加一些装饰元素 比如说 用一些彩色的玻璃片 亮片或者小珠子来装饰你的灯罩 这些闪闪发光的小东西在灯光的照射下 能够创造出迷人的光影效果 或者 如果你喜欢自然风格 可以用绳子或麻绳绕在灯罩上 创造出一种海边小屋的感觉 最后 如果你是个实用主义者 那么你可以考虑将你的灯罩改造成一个多功能的装置 比如 加装一些小挂钩或植物架 这样你的灯罩不仅仅是照明工具 还能成为一个小巧的收纳空间 总之 不管你选择哪种方式来改造你的灯罩 重要的是要发挥创意 享受这个过程 毕竟 家居装饰就是关于个性和乐趣的 不是吗 所以 拿起你的工具 给那个老灯罩一次华丽的变身吧 毕竟 即使是最普通的灯罩 也又成为客厅明星的潜力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家庭晚餐的餐桌布置 卫生间马桶上方的收纳术和客厅灯罩的改造方法 这些看似平凡的家居元素 其实都蕴含着无限的创意和艺术 通过餐桌布置 我们可以用色彩 桌型和装饰品来影响餐食的味道和家人之间的交流 马桶上方的收纳空间 不仅节省了空间 还能展示个人品味和创意 而客厅灯罩的改造 则可以让这个被忽视的角色 焕发新生 成为客厅中的时尚焦点 这些家居小技巧 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也是对我们的创造力和个性的一次展示 所以 不管是布置餐桌 利用卫生间空间 还是改造灯罩 都要发挥创意 享受过程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家庭晚餐的餐桌布置 有什么独特的想法 你们是否有过 卫生间马桶上方的收纳经验 又或者 你们曾经改造过灯罩吗 请在评论中 与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和经历吧 让我们一起探索家居的无限可能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